上課了 这个 这个昨天 昨天 我有给各位同学一封email 应该今天啦 今天有给各位同学一封email 就是说再跟各位同学提醒 12月4号 是我们的第二次的考试 然后12月9号礼拜一 礼拜一的下午是专题演讲 我们礼拜一的专题演讲 本来是预计在前面的礼拜六 可是因为我们的演讲者 他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确定的是在正常的时间 上课时间礼拜一来演讲 上午班讲上午班的 下午班讲下午班的 所以就没有差别 反正同学就像是来上课一样 那在演讲的时候 请同学务必要参加 因为这个演讲占了总分的10% 那这个同学要准时参加 我上面有写演讲的时间 那这个如果准时参加 也没有特别奇怪的动作的话 什么叫特别奇怪的动作 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大碎齐碎 或者说是两个半小时的演讲 最后半个小时才出现等等 这些大概都很抱歉了 就会至少扣一半的分数 如果你都有参加之后 又交了一份听演讲的心得报告 那至少这个10分里面就有80% 就有8分 那这个是我先跟大家同学提醒的部分 OK 那我们准备要开始上课 我们再把这个成本数量利润分析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在上一次的上课过程中间 我们提到了成本数量利润 这三者的互动关系 那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水溢两频 那从水溢两频开始 我们强调如何做所谓的获利性 跟安全性的分析 那这些分析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利用所谓的水溢两频的概念 来测试价格 测试成本 甚至数量的变动 以及它们的敏感度的关系 跟着下来 我们要开始讨论组合的分析 在组合分析的意思里面 就是强调 我们在销售过程里面 不是只有卖单一的产品 超过两个以上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分析 它的这样子的平均的水溢两频 这个在实际的营运过程中间 很少只有单一产品的 大部分都是组合产品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请同学也稍微注意一下 那时常会发生一些现象 在企业里面 公司的销售增加了 可是为什么 我们的利润却减少 明明营业额增加 利润却减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热卖的产品 是不是真的保证 就带来比较高的利润 这一问题要想回复的时候 大概都会牵扯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这个成本数量利润分析的一个概念 而且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也要强调毛利跟边际贡献的不同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 当产品固定成本不容易区分 共同混合使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使用组合分析最为有利 否则的话每一个产品之间 各自有很清楚的成本界限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组合分析 反而不太容易 反而会误导 因为大家各自可以算各自的选一两瓶 但是大部分在食物上面 确实时常会有共用固定成本 这个现象 就像我们前面举过的一些例子 像比方做香皂 药皂 肥皂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部分的共同成本 是共同使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组合分析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 当如果公司里面有两个产品 假产品跟乙产品 那假产品的单位售价10块 乙产品的单位售价20块 那假产品跟乙产品的变动成本 各为4块跟14块 所以售价减掉变动成本之后 我们的单位的这个编辑贡献 假产品6块 乙产品也是6块 不过因为假产品的单位售价便宜 所以它的6块钱的编辑贡献 算起来编辑贡献率就60% 那乙产品只有3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说公司啊 这个季节内 它的销货收入是15万元 这个15万元刚好由 甲頤两个产品各占50% 换句话来讲 假产品卖了7万5 乙产品也卖了7万5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两个产品共用固定成本 这个固定成本总共是48,000 因为区分不开来 所以他们是共用固定成本 各自卖了7万5 各自获得的边际贡献 假产品是4万5 乙产品是2万2500 所以合计啊 总共的收入是15万 总共的变动 变动成本扣掉之后的 边际贡献是67,500 扣掉了总固定成本48,000 所以总共的获利是1万9500 那这个时候想要问 如果这两个产品合在一起 它的水溢两瓶的销售量是多少 我们只知道现在这个数字 但是我们想要了解 要卖多少刚好这两个组合下 刚好不亏不赢打平 这个时候就拿总固定成本 除以两个产品共同的边际贡献率 这个共同的边际贡献率是多少呢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共同的边际贡献是67,500 所以拿15万的消贡收入除以两个产品 共同创造的边际贡献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平均的边际贡献率 就两个产品加起来的边际贡献率是45% 拿67,500除以15万得到45% 再拿固定成本的 大家共用的固定成本48,000 除以共同的平均边际贡献率45% 就得到了损益两瓶 这两个产品组合之下 它的损益两瓶的销售金额是10,0666 那假设知道的两个产品的组合的销售 都是10,0666 那加益两个产品各要卖多少 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组合是50%比50% 各占一半 所以这个时候 假产品跟乙产品各自卖到53,333块的时候 它就选一两瓶了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 这个很容易算的 OK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会发现 每一次都要用所谓的 这个这个 共同的这个 边际贡献来处以共同的营收 但是如果 这两个产品的百分比 我们想要把它变化 我想说 把假产品多卖或少卖 让这个总 total的百分比之下 假产品如果多卖 占了70% 对这个公司是有利还是没有利的 或者假以产品占到70% 是有利还是没有利的 这种所谓的组合之下的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到底要怎么去安排 这个时候从这个图表 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 因为平均的边际贡献率会随着我们的组合改变 也会改变 这个时候重新再算 可能会非常的复杂 有没有一些技巧 很快就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就看公司好了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销售组合的损益两频 是等于共用的固定成本除以平均边际贡献率 这个平均的边际贡献率啊 怎么算出来的 它有一个公式 可以很快的就算出来 每一个产品的边际贡献率 乘上这个产品在销售组合里的百分比 再加总就得到整个产品的平均 边际贡献率了 不管你是几个产品 一个产品以上 只要是两个以上 包含两个在内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快速的算出平均边际贡献率 我们用刚刚那个例子 假产品的边际贡献率是60% 乙产品的边际贡献率是30% 他们的销售比例各占50% 就拿0.6乘上0.5 0.6乘上0.5 加上0.3乘上0.5 这个前面有一个小小的Sigma 就是总和 0.6乘上0.5 加上0.3乘上0.5 就等于0.45 拿0.45来看刚刚那个案例 我们的销售 平均水一两瓶是106,666 我们的获利是19,500 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销售组合 往以产品增加 拿0.6乘上0.3 加上0.3乘上0.7 变成的销售组合比是3比7的话 这个时候 0.6乘上0.3 加0.3乘上0.7的话 它的平均边际贡献率 从45%跌到了只有39% 少了6% 因此在同样的情况下 它要卖到123,076块 才会损一两瓶 所以它的获利从19,000跌到了1万块 那我们如果把比例反过来 把假产品主打 就变成0.6乘上0.7 如果变成了73比 0.6乘上0.7 加0.3乘上0.3的时候 平均边际贡献率呢 就变成50% 比45%高了6% 而这个时候的获利 可以增加到28,500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平均边际贡献率 随着我们销售组合的改变 会改变的 那看得出来 销售组合朝向 边际贡献率高的那一边 去多卖的话 我们就会卖的越多 赚的越多 反过来 销售组合朝向错误的地方 朝向以产品 它只有30%的 边际贡献率 如果朝向30%的地方 去倾斜的话 你卖的越多 赚的越少 大家就清楚了吧 OK 但是我们在讲 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每一个产品的 边际贡献率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会发生 我们一开始讲的 这个企业啊 老板想不通呢 为什么卖的越多 反而获利啊 成长的越慢 甚至更少 就是会 把它朝向错误的方向 去卖了 那我们再看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呢 中间的红色线 就是刚刚讲的 50%跟50%的 销售组合比例 那如果销售组合比例 朝向甲产品 60%的高比例的 那个边际贡献率 去组合的话 我们就会从红色线 往上升 升到蓝色线 提前达到 适一两平 而这个甲角 这个边际贡献率 平均边际贡献率 也会增加 但如果朝错了方向 朝向边际贡献率 低的产品 去做比较多的组合的话 会往紫色线倾斜 边际贡献率 边际贡献率 会很慢才达到 所以得到一个 简单的结论 在做销售组合的 决策的时候 尽量将产品 朝向边际贡献 高的产品倾斜 OK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毛利跟边际贡献 假设用传统的毛利 就是我们如果公司 销售奖金的政策 是以毛利为基准 并以销售组合为辅 会不会就会产生 我们刚刚所前面提到的 当毛利越高的产品 卖得越多 反而整体的获利会越少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的 我们毛利怎么来的 再讲一遍 就是销货的收入 减掉销货的成本 那这个销货成本里面 已经包含了 折旧的摊提 那这个如果共同 共用固定成本 而固定成本的摊提 不尽合理的时候 毛利高的就表示 也许它被摊到的固定则就低 但实际上可能它用的资源高 这个时候反而会造成的 卖得越多 销售组合 卖得毛利越高 卖得越多 反而获利越少 除非前提是 它的整个的毛利的结构里面 已经很清楚 很有把握的 能够做好 所有的 共同成本的摊提的前提了 这个时候才可以避开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 快速得到 比较详细数字的情报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 毛利跟边际贡献的 这个战争里面呢 边际贡献又胜过了毛利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可以看到 那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企业运作的过程里面 共同的成本去做分摊 一向是很多公司 无解方程式 大家都共用 你怎么去分 什么叫做合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要抓到合理的 共同成本去摊算 而得到所谓合理的毛利 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情愿 把不能够做决策的那些固定成本挪开来去看看边际贡献 有了边际贡献的概念 我们是有把握 只要组合调整好 卖得到 我们就有把握把利润冲高 而不要去考虑太多 那什么情况会有这种所谓的组合现象 有很多种我们叫做搭售策略 在行销里面其实也时常运用这样子的概念 搭售策略就是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认为 新推出来一种茶可能要为了做广告 所以他会说你买这一杯茶 就可以折半价买第二杯什么的同样的等级 或者说买另外一种饮料 这种所谓的搭售政策之下 就是尝试把毛利高的摆在第一个 毛利低的摆在第二个 或者说是还有另外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是强迫搭配式的 前面是自由搭配式的 强迫搭配式的是指 我们时常有这个经验 去买那个印表机的时候 印表机其实看起来什么都有 有滚轮有碳粉夹 有什么的一个机壳 什么还很复杂的样子 卖3500块台币 那这个可是呢 回来印不到200张碳粉夹就没有了 这是合理的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的 这个碳粉夹是做所谓的随机赠送的 让你先印 那跟着你要去买碳粉夹的时候 3000块一支碳粉夹 一个碳粉夹跟一个整个的机器来看的话 碳粉夹其实只有一个 机器有一堆东西在里面 为价钱比较起来 为什么差不多 就是因为碳粉夹的毛利高 它是强迫式的搭配 让你几乎甚至成本价 卖你机器它都滑得来 你机器买来了 每一年买两支到三支碳粉夹 没多久就从碳粉夹快速的赚回来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搭塑政策 但它的前提都是要先把 所谓的不同产品之间的 编辑贡献算出来 最后再做一次结论 销售组合的决策的时候 尽量将产品朝向 编辑贡献高的组合来推动 跟着再来看看在短期决策上的运用 上一次的我们讨论到的 都是所谓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包括敏感度分析 甚至包括组合分析 也都是一些基本的运用 现在跟着下来讨论短期决策的运用 首先看看利润计划上的运用 当我们如果知道了产品的 编辑贡献率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去计算它的获利 当如果随意两平点一达到 之后每多卖一个 它的编辑贡献 乘出来的都是贡献给利润 没有什么好谈的 每多卖一个都是利润 如果没有达到的时候 就是亏损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它的公司很简单 多出来的利润是多出来的销售 如果乘上编辑贡献率 PVR跟MCR意思是一样的 PVR是力量率 获利的力 数量的力量 力量率 Profit Volume Rate 但是现在基本上很少在用力量率这个概念 所以应该是编辑贡献率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所以多出来的利润 就等于多出来的销售 乘上它的编辑贡献率 就可以得到利润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中山公司销售某物售价12块 编冻成本6块 固定成本6万 去年的销售是18000个 它的净利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18000个每一个12块 所以销售是21万6 编辑贡献率是50% 12块售价减掉6块变动成本 得到编辑贡献6块50% 所以它的编辑贡献是108000 减掉固定成本6万 净利是48000 那如果今年预测销售可以从18000个 提高到24000个的时候 它的净利是多少 提高到24000个 增加了6000个 这个6000个里面 每一个12块钱 所以增加了7万2 7万2乘上50%的编辑贡献率 它的利润增加了36000 可以很快的计算出来 如果不相信 我们按部就班 还是可以算出来 增加之后的净利是84000 比原先的48000 刚好多出36000 它这个的计算 在我们的专业术语上 又叫做增额分析法 这是时常在用的 特别是在评估企业的销售的增减的时候 我们会快速的利用 边际贡献率 推估它的销售增加或减少 对于获利的影响 这叫做增额分析的概念 那第二个短期的运用里面 在预期利润目标下 它的销获的预算 假设我们预期利润目标是 5万块 10万块 100万等等 那我们要卖多少 这个可以简单的套公司 就算得出来 如果在预期利润目标下 它的销售金额 或者它的销售数量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是拿总固定成本 加上我们的预期利润目标 除以我们的边际贡献率 就可以得到预期利润目标下的金额 那除以单位边际贡献 就可以得到预期利润目标下的数量 就这么简单 原先它的分子是总固定成本 并没有预期利润目标 那个是要算什么 算随一两平 当如果随一两平算完 多出来希望达到多少目标 就要多卖多少 所以这个公式是很简单 把它加上去 而达到它就表示 我们多预期的利润也可以做到 我们还是透过例子来解释 刚刚那个例子 假设预期利润是一万两千块的时候 总固定成本是六万 我们要怎么去算它的销售的金额 我们就拿六万加上一万两千的预期利润 除以百分之五十的这个边际贡献率 我们要卖到十四万四千 才可以获得一万两千块的利润 或者我们加上一万两千块的预期利润 除以单位边际贡献 我们至少要卖一千 一万两千个单位 那如果预期的利润目标 不是一个绝对数字 是百分比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透过简单的公式 比方说在预期销售金额或者数量 我们讲这个数量好了 这边是所谓的总固定成本 除以我们预期的利润目标是百分比的时候 我们的单位边际贡献减掉我们原先的售价 乘上我们预期预估的百分比的获利率 就可以得到了 我们假设用另外一个例子 台大公司它的产品A售价二十五块 变动成本十块 总固定成本一万五 它的预期利润目标是消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我们就拿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套进公式里面 总固定成本是一万五 原先的售价是二十五块 变动成本十块 所以二十五减掉十块 就是我们的编辑贡献 再减掉这个二十五块 原先的售价乘上我们的百分之二十的预期获利率 那因此算出来是一万五千个单位 这个单位多了一个零 一千五百个单位 sorry 这边是打错字了 一千五百个单位 一万五千块的固定成本除以十块 应该是一千五百个单位 那我们去做个验证的话呢 下面一千五百个单位啊 就可以得到了获利百分之二十 之前的例子没有考虑所得税 所以我们再把所得税加进来 一样的可以很快速的算出来 我们说预期税后利润是消货收入的金额来表示 那如果是以税后金额用消货收入金额以及税后利润用消货收入百分比来表示的时候各有不同的公式 只是要注意到 只是要注意到如果是用消货收入的金额来表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基本上分母啊 要不然就是编辑贡献率 要不然就是单位编辑贡献 分子的部分在调整 如果变成预期的利润以消货收入的百分比的话 这个不是这个消货收入用百分比来 这是用金额绝对数字 下面用百分比来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在分子的部分调整 而是在分母的部分调整 可以看得到上面是消货收入的金额 下面是消货收入的百分比 讲这些公式啊 我们还不如透过那个例子来说明更快 那中山公司回到原先的例子 中山公司每个售价10块 变动成本6块 总固定成本6万 现在假定所得税率R是20% 预期的税后利润是28,800元 那请问预计的销售的金额是多少 我们就透过这个是总固定成本6万 这个28,800元是税后净利 税后净利 可是它要回到税前净利去算的话 就简单的除以1减掉这个税率20% 就可以还原到税前 那回到税前净利就跟我们前面第一个例子 很容易就一样了 所以6万块钱加上税后的28,800元 除以1减掉20%的税率 还原到税前的时候再除以它的边际贡献率 就得到它的销售金额 卖24万元的时候 就除了付掉20%的税 获利还可以达到28,800元 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算出来 那如果以百分比来算的话 我们来看看 假设税率是20% 预期的税后利润是销售收入的12% 税率是20% 税后利润是销售收入的12% 这个时候我们的6万块固定成本放在上面不变 我们在分母来调整 40%的边际贡献率 减掉这个税利润率的12% 叫税后的净利率 还原到税前的获利率 大家知道这很简单 这个一减掉20%的所得税 表示税后的百分比还原到税前的百分比 理论上是跟在分母 分子做调整的意思是一样的 一还原之后算出来的是 营收是要24万 就是当24万收入的时候 我们的税率是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我们的获利是两万八千八 这个获利的两万八千八 跟24万比刚好是百分之十二的获利 这公司要备注了 这个十二月四号的第二次考试 它的分量蛮重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第五章的变动成本开始 到成本数量利润分析 到下一个章节的整体预算与利润规划 到短期决策 这个都是在谈计算的 所以分量蛮重的 请同学呢 就现在就开始不断的要练习 把它背起来熟练 否则到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 怕说到时候会来不及写 那在短期决策上 另外还有一些例子在运用 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如果增加额外的销货支出 比方说广告业务员的奖金 那到底要用多少的额外的收入来打平 这是时常遇到的一些困扰 中山公司生产高级原子笔 每一支售价25块 它的单位变动成本10块 那公司每个月的固定成本是15000 每个月的营收37500 那每个月的销售量是1500之笔 这个公司本来还蛮视频巴稳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现在公司的销售经理 他觉得可能希望把广告增加多一点 会不会增加营收也会多一点 他就报告老板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增加广告支出5000块 那预期这个广告支出出去之后 就有效果 会让销货收入增加8000 这个广告支出必不必要 那如果这样子看好像不必要 5000跟8000才差3000 你丢了5000块去做广告 居然只有3000块 但是你要说服这个销售经理啊 说你的提案看起来不合理 你至少要算给人家看 所以通常老板看到这种东西 会把会计主任找来说 会计主任算给他看看 他这个建议我们看看合不合理 另外一种 这个经理还认为 适当的奖金可以激励业务员的努力 那因此建议每一位业务员 我们多费发给他 每个月的绩效奖金 2000块钱 那问题是 发钱没问题啊 问题是你可以带多少的额外订单回来 至少我多给你2000 你要多带多少订单 让我这个2000给你不要亏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数嘛 所以这种通常都会在企业界时常碰到的 OK 那要怎么算 其实还蛮简单的啊 如果要说计算来讲 这些都还蛮简单 只要我有了编辑贡献率 我可以很快速几秒钟内就告诉你 合不合理 公司的基本资料 把这上面做个整理之后 我可以快速的说 这个广告支出5000块可以增加8000块 我先问 这个8000块的收入啊 我们获利是多少 这个8000块可以带来多少的利润 我们就拿这个8000块乘上边际贡献就可以了 这个边际贡献率啊 是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四十的变动成本率 所以一减掉变动成本率 百分之六十 8000块乘上0.6之后 就得到八六四千八 多卖出8000块 能赚到4800 而你要求的是广告的支出5000块 所以我可以立刻把答案告诉这位经理 你的要求不合理 第二个 经理希望业务员争取销售奖金2000块 会计主任马上可以算 前面是拿8000块乘上边际贡献率来算 他可以带多少利润 现在你既然要我给你2000块 你要赚多少 就拿2000块除以那个边际贡献率 除以百分之六十就得到了 你至少要给我带33333块的订单 我发给你2000块才刚刚好 你把3333乘上0.6 就可以得到2000了 1999999这样就可以得到2000 就可以得到了 大家知道这意思吧 一个是用成的马上算出它的获利 一个是从我的需要付出去的金额 要回算回去要卖多少的时候 就用除的 所以一成一除马上得到了 这个答案是在学校里面 特别是同学在考试的时候要算的 一定要会算 答案出来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 还恰恰相反 在实务界里面答案出来了 就是问题的开始了 是不是每一个答案一出来 就马上可以做决策了 老板就可以告诉金领说 不用做广告的了 这个广告都不花不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至少也给我拿3330块订单 我才可以给你 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先问第一个案例 如果说我要做5000块的广告 是不是真的只能卖8000 说不定可以卖15000啊 广告效率啊 或者可能一块都不增加 那我不是纯粹赔了吗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清楚 有一点可以清楚知道 如果想要多做8000 我们最多只能够拿到4800 可是问题跟着要问 这个广告要不要做 在行销管理里面 时常会讨论一些很特别的问题 所谓的特别问题就是 我们的产品到底是怎么特性 这个产品如果是一个刚上市的产品 它需不需要打广告 如果是一个竞争的市场 通常会需要打广告 但是呢 广告打下去就很残忍 因为如泥流入海啊 进到这个里面就看不到了 因为新的广告消费者啊 去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 大概一个小时候就忘光了 所以要干嘛 要不断的打 让它累积起所谓的记忆曲线啊 刚开始打是这样 这样下去的 很快的上去下来 但如果说 我们在每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打一次 就会发现上去下来 还没有落到下来 又打一次 如果连打三个月啊 这个广告就深深的进入了人心 这就叫做 让这个脑袋的占有率啊 被我的广告攻占下来 问题是那个花费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们在说 这个广告的制作 如果打了五千块下去 会有八千块的收入 是因为这个产品 刚刚进入市场 需要不断的打广告的时候 这个决策 也许可以考虑下下去 而且我们至少可以 用这个来做标准 要求销售部的经理 随时随地注意广告效果 同时冲到那个该有的量 第二个更有趣了 第二个更在实务界里面 第二个是更常用到的 最常用到的 老板要设算 算出来以后啊 哎 3333块订单 就可以cover2000块的 红利的时候 老板就会正式的 把所有的业务经理 跟业务员 全部召集过来 开业务 重要的业务会议 宣布 每一个业务员 每一个月 额外 只要抢进了一万块订单 我把百分之二十送给你 这个话讲得很漂亮吧 一万块订单进来 你就拿2000块了呢 这下搞不好更降势用命啊 努力的去争取更多额外的订单 为什么 这个3333给员工 我表示我一毛都不赚啊 公司其实还有出了非常多的资源 包括无形的 有形的 包括生育 包括这些公司的社会 所以不可能算出来 3333块订单 就给你2000块 而是用一个整数的概念 拿一个百分比 看起来又很漂亮 而且呢 员工也觉得很合理 但是我至少知道 从什么地方去拿捏 那个百分比 碰到吝啬的老板 搞不好拿到两万块 才给你2000 百分之十 大方的老板 拿5000 就给你2000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 怕什么 我至少3300 就已经赚到了 至少我有一个底线了 所以 在管理会计里面 我们在学校里面 训练的是 如何去做那个答案的计算 那是很难避免的 一定要算出来 在实物里面呢 在实物界里面 这个答案是要算的 否则你根本连 一个难途基准都没有 但是算出来之后 做决策更棘手 有怎么做到一个好的决策 可能还更需要更多的考量 那如果公司期望利用降低售价 增加广告支出 双管齐下来达到销售量增加 目前的一定比例 要如何才知道这个做法划不划算 同步的又降低售价 又增加广告支出 这个地方的计算 不太有一个捷径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司 一套去马上算出来 可能不太有 因为它会牵扯到 边际贡献会变化 只要看到售价降低 就表示它的边际贡献会改变 那表示我之前的价格 跟之后的价格 所创造出来的边际贡献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算 看它合不合理 比方说以上述公司为例 原来的25块的售价 降低5块钱 卖20块 那另外增加广告支出1000块 希望我们的销售量 能增加现在1500个单位的60% 换句话说要增加900支笔 从1500支要做到2400支的销售 划不划算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吧 本来是25块 现在变成20块 减掉原来的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没变 就得到新的边际贡献10块 那我们新的量是多少呢 新的量是2400个单位 所以10块钱乘上新的2400个单位 就得到新的边际贡献2400 这个2400跟原来的边际贡献比 我原来不降价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22500的边际贡献了 现在有一个2400 所以多出了1500元 而这1500元还要扣掉 1000块的广告支出 所以我们还有多余的净利 一步一步算下来 就发现这个方案好像可以来试试看 但是要注意到喔 真的如果决定这个方案 你又降价 你又增加广告支出 你要有把握卖到1500个单位的 60%的增加 就可以从1500个单位 卖到2400支笔 那我再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可能 这个算法 总感觉到有风险 那有没有可能先让我 这个老板了解一下 如果我降价 我的降价 我希望的是 销售量可以增加 至少我想知道 如果我每一个降五块 我要多卖多少 跟我现在的获利至少要一样 可以让我先知道 我们先不管什么 增加广告支出 可以多卖百分之多少 我们先问说 如果我降价五块 我要充多少的量 才可以跟我现在 不降价 就已经可以获利的 那个获利至少不要变 那这个时候我再来决定 我要不要降价 因为我就估算了 我可不可以再多卖 比这个量降价的量还要再多 这个就是下面那个要讨论的 就是想要用降价策略的时候 通常会考虑 因为降价能带来额外的营收 可是这个额外的营收 可不可以弥补降价的损失 这种计算要什么计算 这个计算 跟刚刚那个计算来比 就有一个简单的公司可以利用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想要用低价策促销 来打破这个销售的困境 那如果用低价的话 我们到底要多卖多少才能弥补 因为低价带来的损失 我们以刚刚那个公司为例 每支笔的售价从25块降到20块 那至少要多消购多少 才能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准 OK这个是这样子 透过六个变数 X1 P1 X2 P2 变动成本跟固定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跟总固定成本是不会改变 它只是价格在变动 因此可以发现原来的售价 跟原来的销售量 我们是知道的 是以支数知道的 改变后的售价我们也知道 变动成本也知道 固定成本也知道 唯一的不清楚的未支数是 变价格变动后的销售量 我们要算价格变动后的销售量 怎么算呢 很简单 公式啊 X2啊 就是降价之后所需要的量 是等于原来的X1 就是原来的销售量乘上原来的边际贡献 就是原来的总边际贡献 要由降价后的边际贡献来弥补嘛 所以这个量多简单 这个公式多么容易啊 大家知道吧 就是我们原来的边际贡献在上面 没有降价钱的边际贡献 因为你要降价 所以你降价之后有一个新的边际贡献 你至少要卖到那个量 你才有办法达到原先获利的水准 所以我们透过那个套公式 一下就套出来了 降价后要卖到2250个单位 才可以刚好达到所谓的原先的获利水准 这个不是达到损益两平 而是达到原先25块一支的时候的获利水准 就是单位售价降到5块的时候 要卖2250支 原来是卖1500支 所以你至少要多卖750支笔 才可以弥补降价所引发的损失 这个先要知道 那今天如果是我做老板的 我在卖1500支的笔每个月 我现在想想看 如果我降5块钱的话 我有没有把握多卖750支 如果能够多卖750支 我是白做工哦 你降价之后多卖750支 跟我现在不降价 赚的钱是一样多 但是我有一个风险 我如果降价下去 我的价格就再拉不回来了 而如果以后每个月都可以 再继续多卖750支 我才有点把握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把握 更不要提到说还要再打广告啊 增加百分之九六十以上啊 卖到1500支啊 那更不要 卖到2500支 那更不要讲了 更危险了 所以这是一个基准 从这边开始来判断 要不要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降价动作 甚至配合行销促销 来做一个市场的扩充 所以答案算出来了 决策其实反而有的时候 还不太好下 但是没有答案的时候啊 你更麻烦 简直是变成会更盲目的乱象 再来看曲线的损益两平 之前所谈到所有的例子 都叫做直线的损益两平 那个线桃是直的 可是实际上啊 销售是一个销售的曲线 成本也是一个成本的曲线 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啊 都有提到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曲线损益两平 看跟我们现在的损益两平 有什么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啊我们的交科书里面啊 就比较没有去讨论到 因为它可能强调的是实际的 用直线来做 但是我希望补充一些资料给同学看 我们说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销售线跟成本线都会曲线的状态 这个时候要求利润最大化 通常是用简单的 微分的概念 就是边际的收益等于边际的成本 就是一次微分之后 如果等于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 利润最大化下的销售量了 OK 那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 这个情况之下 什么叫损益两平 什么叫做最大销售 那通常会用到这个 都是要在新产品上市前 会做一个分析 找专业的饲料公司来做 比如说中餐公司 研发出一个产品 柴山一号 那想要了解这个产品 在市场上的状况 找了西湾公司 顾问公司来做 它就看到了 它分析了之后 做了总收益的曲线 跟总成本的曲线 这两个函数 我们可以注意看 在第一个 这个成本的收益函数里面 它没有一个常态的数字 什么叫没有常态的数字 意思就是说 你一个都没有卖你零收入 所以没有 可是在第二个成本函数里面 你看到一个 三分之三百零八的常数 这个表示它是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市调过程曲线的形态之下 都是多元多次的 这个一元多次的方程式 这是一个 简单的收益曲线 刚开始的时候 一销售的时候呢 因为新产品价格可能会比较贵 所以快速的累积它的收益 随着量的增加 慢慢慢慢 会有降价的现象 所以价格会慢慢降低 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呢 价格呢 不升反降 那成本曲线 这固定的成本额度 那它的变动率也是 一开始会很高速的增加 经过的熟练 学习曲线 熟练之后呢 成本会慢慢的越来越地减 等到了你过了一个 生产的复合之后啊 它的成本又增加了 所以在第一个点叫做 进入利润区的水益两平点 到了第二个点的时候 它开始要离开利润区 开始进入亏损区了 这也是我们在策略管理里面 上课会教到的一个叫做 规模不经济 本来规模有一个经济的效益 规模效益 就透过规模的生产量 可以把成本降低 但是到了复合点 撑不下之后啊 它会有一个规模不经济 那时候反而进入亏损区 OK 那这样的一个图形啊 在实际的工厂管理的运作上面啊 它是比较符合的 也是经济学里面啊 很熟悉的很熟练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把这个公式套进来 当如果要做到随一两名分析 基本上总收入等于总成本 TR等于TC 总收入等于总成本 一向之后得到了一个 这个单元多次的方程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解方程式 这个解方程式啊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以前高中还学过 同学不知道在座还没有学 还没有印象 已经完全忘记了 这个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这种考试应该不会考 因为太麻烦了 我自己都不会 怎么可以要求学生 但是你们要去看一下 不能说不考这个 马上自动 这个关机 这个跟我们没关 至少概念要了解 OK 考会考概念 这个概念还是要了解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 数量4个 7个或-11个 -11个 当然不可能存在 所以它的损益2平是 第4个单位跟第7个单位 那这个第4个单位损益2平 进入利润区 到了第7个单位呢 就准备开始离开损益2平点 那利润最大化的时候 就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 透过一项得到5.57个单位 就是单位6个的时候利润最大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10分钟 等下再来看这个例子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再看这个 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 举了一家公司叫台糖 台糖是台湾做制糖起家的一个国营企业 这个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 长达20年到25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台湾是用农业立国 那个时候呢 台糖公司啊 替国家创造了很多的外汇 提出了很大的贡献 大概每10块钱的国家的外汇里面 我们靠输出糖啊 可以赚到了高达5块钱 后来这个比例越来越低越低 到后来不成比例了 工业起来了 这个台糖公司到现在呢 它依然呢 是全台湾呢 这个拥有土地最多的一个公司 那因为时代的变迁 这个公司现在转型 所以它有八大事业部 除了制糖的本业之外 还延伸出去 它还开加油站 还开百货公司 还开生技公司 还做那个什么 蓝花公司等等 八大事业里面有七大赔钱 只有一个赚钱的 叫做土地买卖赚钱 这个是一个很效率比较差的国营企业 那我们中山大学有一段时间 跟台糖公司合作 替他们培训 所谓的中高阶的干部 这个案例就是一个业务的经理 上完我的课以后 他认为我说的不对 他就自己做了一份资料 跟我一起来讨论 这个资料也蛮有趣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台糖公司这个经理 他专门是在生技产业部 生技产业部卖什么呢 卖比方说那个保养品 补品类似什么绿米亚 女性化妆品绿米亚 他们也那个曾经 曾经那个化妆品非常的抢手 利用网络销售啊 还卖到了美国 还卖到缺货 那他又推出了东从下草 也推出了险金 那个像贝克 那个像那个什么 牡蛎那种的险金 那这边是指其中一种产品 不好讲他的什么产品 我只能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说 他这个产品通常在市场占有率都很高 因为他是国营企业 消费者相信他的材料是真实的真材实料 但是民间企业也会来抢这个生意 所以在某一个产品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台唐公司是领导的 但是后来某民营企业开始来竞争 经过了一年多的竞争的发展 市场慢慢变成两家公司 评分秋色 各占约50%的市场 而这个台唐的经理啊 他去调查自己公司 跟竞争对手公司的数字状况 自己公司每一个单位的产品 售价408块 销售1000个单位 因此有40万08千的收入 单位的变动成本73块 这个公司的固定成本是191700 所以他的获利是142800 某民营公司这个产品的售价 比台唐公司便宜只有348块 对刚刚讲过 就是说消费者对台唐是有信心 卖贵一点这样会买 可是对民间企业还是会有点怀疑 不过因为价格便宜 所以慢慢慢慢的把销售量也拉到的 跟市场占有率差不多 大概两边都是40万08千 有趣的是成本结构 民营公司变动成本是18万4 固定成本只有77520 那台唐公司变动成本73块 固定成本有191760 所以按照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台唐公司应该他的销售啊 是获利比较好 因为他的固定成本高 他的安全性可能会低 那民营公司呢 他的固定成本低 变动成本高 所以他的安全性高 他的获利应该是低的 所以这个从这个公司的状况来看 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 问题是啊 我们分析的结果 这几个问题看下来的时候 在问到到底谁是最后赢家的时候 那个台唐的经理居然认为 可能民营公司会是赢 所以他才来问我说 你这个成本数量利润分析的图形 跟我们公司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刚好不一样的 所以不适用于我们的公司 他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会吓一大跳 如果真的台唐公司 有另外一个区限的话 那我就扬名立万了 我可以推翻 凭这个成本数量利润分析的模型 另创皇室模型 可是问题是后来在一分析之后 发现成本结构啊 其实大有玄机 成本结构大有玄机 为什么台唐的变动成本低 固定成本高 而民间的变动成本高 固定成本低 我们发现了 民间的变动成本高 不是他用的材料好 用的什么东西 而且民间的固定成本 相对比台唐的固定成本低 可是人家民间也照样用自动化的设备 原来民间的单位变动成本高 是因为他们有非常高昂的 销售奖金给业务员 那台唐公司是国营企业 没有办法发高额奖金给业务员 所以他们的变动成本就很单纯的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量加上来 而没有变动的销售奖金的概念 那固定成本那么高呢 因为国营企业早期的投资庞大 而这些投资很多闲置了 所以固定折旧的成本 远远的高过民营企业 再加上固定的负现成本 就是公务人员的这个薪资 因为台唐是公家机构国营企业 所以有点像是公务人员 大部分都是固定人员 他的薪资结构就很高 所以这样看起来 并没有符合我们前面的成本数量利润分析的状况 再简单的来说 这个结构也不健康 在民营企业 十个业务员在外面充 就是十个变动成本 加上变动奖金在外面充 公司里面有一个管理者 台唐公司 一个业务员在外面充 后面有十个管理者 这个结构难怪造成了 好像应该是这个获利要好的 结果其实因为成本结构的内容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被划一个大差 事实上他的最后的赢家搞不好还是民营企业 但是台唐公司也不要担心 反正他是国营的倒不了 只是纳税人稍微辛苦一点而已 所以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看一下 他背后的属性 这个公司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的 在合理的基准下 再来分析他的获利性跟安全性才有意义 特别是今年中国大陆里面 国企啊 开始要进行整顿了 现在在这个新的国家领导 那个习近平跟李克强的领导之下 我印象里面啊 他们开始要准备进行国营的企业 也开始要准备 肌效率化跟甚至可能部分的要民营化 这个就是在台湾 早期也曾经走过的一条路 因为国营企业里面啊 确实有非常多的 不经济效益性在里面 会扭曲整个资源使用的一个结构 OK 所以我们要分析国营企业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拿民营企业的逻辑跟理论来做分析 最后我们要补充这条谈到的就是 我们之前有提到 毛利跟边际贡献的战争 那如果边际贡献真的像老师你说的那么有用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变动成本的时候啊 那不是讲了也白讲 更何况有些公司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连自己的都不知道了 怎么去推估别人的边际贡献呢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技巧 假设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 外部的这个这个分析分析者 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公司 他们的边际贡献的高低 其实按照公司来看也不困难 所谓的营运杠杆度 它是从营业净利的变动百分比 跟消货收入的变动百分比得到的 你只要有报表给我 连续两年以上的报表 我就可以帮你算出营运杠杆度 只要我算出营运杠杆度 我就有办法算出你的边际贡献率 我们拿台积电 93 94年来为例 这个营收 企业的销售金额就是营收在这边 营业净利在这边 我们透过公式 就是 呃 边际贡献率是73% 变动成本率是27% 固定成本也推估出来 是995亿 就马上算出来了 准不准确我不敢讲 这个在这种营运的过程中间 讲准确 本身就是一个大问号 因为一直都在变动 这个算以外 我们还要去推估它的变异数 看它的高低 来判断它的稳定性 如果这个变异太大 就算算出来我也不太敢用 表示它的前后的差距波动太激烈 那台积电倒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有曾经算过 台积电跟联电的变异数的分析 台积电是比较好的 联电是非常大的 所以可以这样子算出来 在业界啊 业界又有一个偷懒的方式 编辑贡献就是拿营业精力 加上折旧摊题来做 这个不足取 这个我们如果学过的前面的方法 后面这个方法太 连参考价值有时候都没有 最后我们这边是针对前面的例子 提出了一些说明 让同学可以自行有兴趣的 可以自行去设算看看 OK 我们这个章节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章节 等一下我先把那个 第九章可能 下一个章节啊 是讨论到整体预算 整体预算与利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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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章节很有趣啊 就是预算 规划等等之类的 葛嘉预 葛嘉颖 葛嘉颖同学在吗 你有没有做过预算 你有没有个人做过自己的个人的预算 你的收入面你的支出面有没有做账 你有没有记过账 你有记过账 现在还没有在记 还有在记哦 那不错啊 已经有合伏器管人的基本的要求 不断的练习记账 那这个 呃 葛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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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做账的习惯 你没有啊 那你怎么去控制你的 这个用钱 有多少用多少 真的啊 那都够用就是了 那你还蛮幸运的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实际上碰到 诶 怎么搞钱都没有了 连有钱都没得加了 那你还算蛮有把握的啊 有没有遇到过钱不够用的时候 那你表示你还是知道你有多少钱嘛 当你想到你还有多少钱 你还可以用多少 那已经是预算了 像我们这种 用到真的没钱了 一毛都没有的时候才紧张嘛 那个是真的连做都没做 不过男生可能比较大而化之 不行的就去找朋友去 这个再看看啊 这个呃 呃 陈苏涵 有没有做 也没做 那在座的同学自己呢 有简单的收入跟支出嘛 对不对 对大家生活都还是要有一些支出嘛 那收入可能是父母的零用金啊 或者是打工啊或干嘛 这个既然有进有出 会做一些简单的 帐的请举手 就会做记帐的请举手 同学 还还不错 还有一些同学 怎么看过去都是女生啊 男生都没有做帐的嘛 这个何一贤 柯一贤 柯一贤 有没有记帐的习惯 没有 我看起来你 应该 长得像有记帐的习惯的样子 没有啊 哈哈 ok 好啦 已经开始录影了吗 哎呦 糟糕 讲了太多 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这个章节 在讨论 公司的状况 叫做 整体预算 与利润规划 可是不要忘记了 每一个人啊 基本上都要养成 可能一些简单的习惯 至少 你的营收的 你个人的 生活的收入支出 好 我到国外留学的时候啊 每年的 这个1月1号啊 是我的清算日 那一天啊 把整年做一个清算 清算还不只是我的 整年度的收入跟支出 还包括了 学业上面的 这个状况 还包括了 人情事故上的状况 都做个总结 归零 然后新的一年开始 那当然了 这个 是一个习惯 所以各位同学 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让自己开始培养 至少 这个记葬啊 是一个 蛮良好的习惯 ok 我们先举一个 我们的老祖先说的话 福未占而妙算胜者 得算多也 未占而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 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夫 这是孙子兵法的记篇 这个篇啊 专门在谈记谋 好像是很负面的 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 所谓的计谋啊 计算啊 你在那个年代 他那个年代 离我们这边有2500年了 将近2500年了 想想看2500年前的人 他写出来的东西 就已经在提醒我们了 要计算了 特别是打仗的时候啊 你一不算的时候啊 搞不好啊 你自己个人啊 倒霉就算了 被你带的军队啊 也整个的倒霉 那才悲惨 我时常看春秋战国 里面的一些报道 看到那个什么 长平之战啊 看到那个秦兵啊 坑杀兵40万人啊 时常在想 这个坑杀是怎么杀的 让赵国全国上下 没有一家 没有子弟啊 在那个战争被坑杀掉 整个国家那一战之后 几乎就垮掉了 这就是算错了 就是那个主骑士的将军啊 甚至搞不好还不算 那你怎么去赢人家 这个早上已经讲过一个故事 给早上的同学听 公平起见 也要给各位讲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啊 是2500年前的故事 去看看左传里面 都有这样子的描述 他讲的故事的主人公 同学们应该都听过 叫做范迪 就是西施的老师啊 有没有看过那电视剧啊 连续剧西施啊 这个西施真的有没有这个人 我都怀疑啊 不过他是越国 越王勾建 卧星长展时代的一个人 这个范迪呢 等到越王勾建啊 把吴王夫差干掉之后啊 范迪啊 就开始啊 离开了这个越王勾建 因为他知道 越王勾建这个人啊 是一个可以共患难 但是不能够共安乐的人 所以趁早离开 离开以后就做生意 在一个陶 陶池的陶这个地方做生意 那当地人又尊正他为朱 朱公 所以他就叫陶朱公 就今天做生意人的始祖 他其实就是范迪 他生意啊做得很成功 曾经三次善尽家财 三次又变成首富 算是很有钱的人 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他的家族里面 他有三个儿子 老二 这个二儿子啊 在楚国 做生意的时候啊 这个失守把人家打死 打死的时候呢 按照当时的律令啊 理当问宅 就是杀人则死 这个范迪知道了以后啊 立刻啊 就准备去营救这个二儿子 他准备了一百两黄金 叫小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 叫小儿子 带一百两黄金 准备连夜奔到楚国去 结果大儿子听到了以后啊 冲过来说 告诉他的父亲说 为什么 二弟发生的困难 叫最没有能力的小弟去救 如果不找我去救的话 我当场在你面前自杀 因为我是你的长子 那个 他的妈妈就是 范迪的老婆 也在旁边求饶说 大儿子跟着你从小就一起做生意 奋斗出来的 见多识广 那个小儿子啊 少不跟事 你干脆就派大儿子去 范迪其实没有解释 既然大儿子坚持 那只有 就跟大儿子 再三交代 带着这一百两黄金 进到了楚国 去找一个庄生 姓庄民生的庄生 这个人 他是我的好朋友 找到他 问他怎么办 听他的话 就可以把你的二弟救出来了 这个大儿子啊 知道了以后啊 就立刻的连夜奔往楚国 大儿子本身另外又准备了一百两黄金 所以带着两百两去了 到了楚国 打听到以后啊 庄生居然住在一个 这个郊区的一个 平民窟的那一个区域里面 一个很简陋的房子 所以这大儿子有点觉得怪怪的 进到 碰到的庄生 就跟庄生 讲明来意 庄生听到说 嗯我知道我跟你父亲是好朋友 这样子你把那个一百两黄金 放到我的庄底下 那你呢 赶快赶回你父亲面面去 头都不回的赶回去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 这个大儿子啊 就把这个一百两黄金交给了庄生 放到他的庄底下 但是他其实很不放心 这个人有办法救我的二弟吗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回去 而在楚国开始打听 利用他自己的关系 开始去找那些达官贵人啊 干嘛呢 开始送红包打点 那在另外一方面 庄生既然呢 拿了这一百两黄金 放在庄底下 他算了一下 就赶到了楚王的宫殿去找楚王 原来庄生是在楚国 是一个很有清明的 名望的一个名士 虽然贫穷 可是大家都尊敬他 所以连楚王也不例外 他见到了楚王之后 告诉楚王说 我最近观看天象啊 发现了大王你的星座 进入了一个不好的地方 表示啊你的德性会有亏损 这时候可能要做一些动作 来弥补你的德性的亏损 这楚王一听到 哦这个全国最有知识的 最青年的庄生这样讲 立刻就说那我要怎么做 这个庄生说你要大赦天下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你的 这个天象里面的不好的地方 把它弥补过来 这个楚王说好啊可以啊 我就大赦天下 准备选择黄到吉日 来大赦了 但是消息一放出去的时候 另外啊 范迪的大儿子啊 已经在那边活动了很久 所以一听到 诶 王公传来消息 准备大赦了 好高兴说 我之前啊 给的这些黄金打脸啊 生效了 所以诶 觉得那我要不要再去看一下庄生 啊 因为这个好像他都没什么动作 所以这个大儿子又跑去找庄生 没想到一进去庄生的那个房间的时候 庄生大吃一惊说 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大儿子就很骄傲的说 没有啦 我其实啊 在这段时间呢 也拼命的在打脸 啊 我也在努力 听说王公现在大赦了 那个庄生一看他的说法 就清楚的说 OK 这样的话 你把那一百两黄金拿走 我一点都还没有动 既然是你的功郎就拿走 这个大儿子就 到庄底下说 那就不好意思的 就把那个黄金带回家去了 就拿出来了 准备等到大赦那一天 把二弟接回家 这个庄生越想越生气 再度进宫 进宫 碰到 楚王的时候 就跟楚王说 楚王啊 外面现在在传说 有一个重要的犯人 他的老爸是 天下最有钱的人 因为犯了法要被砍头 所以他就开始收买整个的朝廷 听说你的大赦是因为这样子 才被 这样子才被大赦下来的 而不是因为你的德性的亏损 必须要用这个动作 那楚王当然大怒啊 那要怎么办 那当然了 你要想要做大赦的话 还是要做 不过你要表现你的公平 所以楚王就下令 把范迪的二儿子先砍了再说 砍完了 然后宣布天下大事 没想到大儿子等到的居然是一个尸体 只有很痛心的把二弟的尸体啊 带回老家 一带回家的时候啊 当然全家都在悲伤 特别是那个老妈妈也在哭的时候 反而范迪啊很淡然 那这就很有趣了 他的太太就生气的说 二儿子都被这样宰了 宰杀掉了 你怎么还可以那么淡然呢 这个父亲啊 也很哀伤的说 其实我早就算到了 早就算到了 当大儿子坚持要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算到这个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大儿子跟我从小一起奋斗长大 他对金钱看得很重 他对这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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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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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钱的力量啊 看得非常大 所以当他要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啊 会有这个结果 他不太相信别人 可是小儿子啊 为什么要找小儿子去 小儿子从小就生出来 我们已经是富贵之家 对钱他不在不在乎 不要说一百两 一千两给他 他也这样丢了 他就去吃喝玩了就回来了 对他来讲没有什么 不太困难或者容易 不太容易做得到的事 可是大儿子本身 就有这种个性 但是如果不让大儿子去 小儿子要去的话 我的大儿子会自杀 我总是要损失一个 所以我只有忍痛的 让那个杀了人的儿子 让他牺牲掉 这是一个左撰描述的一个故事 各位同学 这里面 范迪的智慧 比我们现代人来比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 观察人性透彻到骨髓里面的一个人 假设这个故事是真的 假设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编这个故事的人更可怕 都在2500年前的人 都是我们的老祖先 算计 算是很重要的 请各位同学 不要忘记 美国也有一个调查 数学好的 在学校数学好的 出去之后 各自奋斗的5到10年以后 数学好的收入 平均高过数学不好的 2倍到3倍的收入 这是用实证的研究去做的 所以我不能讲数学 应该是数字 所以同学 如果你还在说 我对数字很不喜欢的时候 就听听看 这个美国的实证的研究的报告 那这个我们讲的 当然不是说算数计算 基本上包含很多 在企业管理来讲 除了我们的 基本的数字预算之外 还有去观察人性的计算 所以都在里面 有一句老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真的也不可无 否则什么时候被坑到 还莫名其妙的时候 那还真的 这个很糟糕的事 那会不会有人这样做 这个前面跟你握手 后面跟你插刀 那真的很有 而且还蛮多的这种人 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预算 利用预算要做到什么 预算这两个字啊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预先计算 事先的就先计算 那利用这个预算呢 不是规划未来啊 规划未来就是计划计划 墙上挂挂 看着笑哈哈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不是要规划未来 我们是要实现未来的 我们不是要去控制过去的绩效 过去都过去了 有什么好控制的 我们是要创造未来的价值 用一个简单的个案公司 来做一个分析 这个个案公司 是一个南部地区 生产冷冻调理食品的中小企业 这个冷冻调理食品 在市场上竞争很激烈 所以不是很稳定 业者习惯消产竞争 那这个通路成本也高 这个精英者认为啊 不需要做长期的规划 那预算呢 是以年度的财务预算为主 这个精英者本身有点野心 他希望啊 在业界闯出名号 所以建构了一些管理制度 包括了标准成本制 甚至包括了平衡计分卡 那为了编制年度预算 每一年的第四季 就由所谓的销售部门 依产品的数量 来预测下一年度的销售量 再由各个业务员 按照他的业务区域的通路商协商回报 那生产预算 就是按照销售预算来编制 那原料的用量 用标准的量来计算 这就是所谓的标准的成本 其他的部分 用以往的比例来预估 在管销费用里面 也按照以往的历史资料比例来做 那财务快门呢 他汇总之后就编制预计的 水益表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等等 更特别的就是 这个中小企业做完了以后 还会把预计的报表资讯 按照财务指标 顾客指标 流程指标 学习成长指标 就是平衡计分卡的四大指标 来设计所谓的绩效目标 年度的预算跟营运的计划 就在这个主管的督导之下完成了 讲到这边为止 看起来是一个很典型的 很有制度的一个公司 确实如此 因为我这个公司里面相关的一位 高级的合伙人是我的学生 他就说了 这个老板 他当时想要闯到全国十大冷冻条理食品之一 那当年他的营收大概在全台湾 占到20米以后 所以雄心勃勃 不过 每次预算编制完成开的时候 确实士气低迷的开始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这样讲 我就简单的讲 这个业务员 假设我今年在我的手头预算里面 我要卖一百公顿 一百公顿的货出去 那我知道 这一百公顿是很辛苦很难做的 我又把它压低 我往上报的时候 我就报七十公顿 可是我的业务经理知道 他的老板 就是这个大老板 他其实是不满意的 他不相信任何业务员 而且如果真的七十公顿上去 这个业务经理也会被K的满头包 所以基本上业务经理大笔一挥 往上一勾 你的七十顿呢 我就报给老板一百顿 这老板看到以后 也不分青红照白 这个业务啊 还有那个经理啊 一定都按杠了一些东西 明明可以卖到一百五十公顿的 我要做到前十大呢 所以营收要增加 所以往比往上再一拉 拉到一百五十公顿 那个一百五十公顿 而且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公布完了 这个业务员一看 啊完了 我再怎么拼老命 也都做不到一百五十公顿 我最多最多只能做了一百公顿 但是看起来你们要我做一百五 怎么办 那算了 反正就能够做多少算多少 时常不行的话 我就准备离开了嘛 所以情绪啊 时常不满 造成流动率偏高 特别是年轻有想 有比较有能力一点的 心境人员 在这种气氛之下 受不了就离开了 反而留下来都是耐得住的 熬得住的 反正连你骂一骂 明年再继续 我领我的你做你的 这种情况之下 那可是老板本身反而 这个高出不胜寒 没有人跟他讲 他每次都觉得我那么认真 那么努力管公司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差呢 那怎么会做不到呢 他百事不解 那刚好他资金缺乏 需要一些资金 这时候就找了朋友来入股 那朋友要入股前 当然要先了解 你的营运状况啊 工厂去走一遍啊 走一遍的时候 才发现 哦 好像问题很糟糕 原来这个老板本身 他有一些这个在预算的这个编织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很大的毛病啊 所以后来这个经过了跟这个老板的协调之后啊 大概就做了一些分工 我们这边呢 强调是刚刚讲的 重点是 这个有人 入主的金主 有人 是我的学生 那他那个时候 正准备要入主的时候 跑来找我 就把这个案子给我看 那问题是说 要不要入主 我说如果老板的个性不改 一毛都不要丢 丢到这个公司里面 他口头答应你再多 保证 就是这个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那要怎么做呢 我当然就提供他一些建议 最起码 最起码 你要抓到 既然入主 变成一个股东 你要抓住该有的主导权 这个公司体质还可以 你制度也一直在建构 这整个的架构体质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是预算制度 你要把预算制度的主导权 抓到你的手上 而不是老板的手上 你们就可以分工合作 这个投资下去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要保证分工合作的机制 必须要立明确的契约 立下去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改善公司 OK 另外还有一些报导 红海集团2009年的营收 达到1.96兆元 郭台铭当时宣誓 每年营收要成长15% 那请问 如果我们是这个公司的财务 我们要怎么去帮他编 这个预算 诶 他到了2012去年12月底 结束的时候啊 他的集团合并营收 达到了3.9兆 快要4兆 换句话来讲 2009年到2012年 整个集团的营收翻了一倍 从不到2兆到不到4兆 2比4嘛 翻了将近一倍 达到没有 当然达到了 我讲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今年啊 这个我记得啊 这个营收 合并营收3.9兆 宣布的时候啊 记者又围绕在郭台铭的旁边问了 郭老板啊 你明年是不是还是一样 按照往例要成长15%啊 郭老板说 我没有说没有 就是表示一直都继续下去 干嘛还要问 请问 4兆的营收15%是多少 6千亿耶 我在嘴巴讲这个15%的6千亿啊 好像在讲我口袋的6块钱一样耶 你要怎么去赚到6千亿的营收啊 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公司 跟可怕的概念啊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顶到天花板 什么时候不知道 问题是怎么编 是不是老板啊 满天要价 员工就地努力就达到了 绝对不是的 这个预算出来以后啊 就可能就一定要达到 台湾有两家公司 我一再强调 成立到现在 自从上市柜 从上市柜 我们才可以找到它的资料 每年都会对明年做财务的预测 就是我明年的营收要成长多少 什么一大堆的 这个财务预测啊 如果遇到不能达到 就变成要调整 如果说离原先的目标 太差的时候啊 财务还要调降 不管怎么样 一遇到调降的时候啊 股价应声而倒 表示你的预测不对了 那早期的时候啊 这些大老板都以预测准确 来为自己的生育啊 来做 可是后来环境实在是变化太激烈了 所以三四十年下来 只有两家公司的财务预测 没有被调降过 老板说出来的都做到了 一家就是鸿海 另外一家就是台缩 那台缩自从王永信走了以后啊 后代子孙可能不孝 现在已经开始露出疲态 去年就已经勉强达到 越来越危险了 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 包括台积电都没有办法 在金融海啸2007 08也垮掉了 否则他们也从来没有调降过 OK 我们再来看 顶星集团流年不利啊 今年特别倒霉 自从独油事件之后啊 焦头烂额 这个2012年去年年底的营收 台币4000亿 获利台币500亿 那集团定出了下年度的营收成长 25% 获利成长50%的目标 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帮他做一个预算 上面是只有给我们一个15% 下面包括了营收跟获利的 那又要怎么去做 跟着在下面呢 也是一个倒霉公司叫宏基集团 2012年的时候啊 已经开始要有下滑的现象 现在更惨 上个月啊 上两个礼拜才把他的董事长干掉 新的董事长勉强接受 暂时摆在那边 那个创业的施政荣啊 还不满意 准备随时要把他再干掉 为什么表现太差了 2012年的时候啊 我今年年初看到的消息啊 他们的营收是4295亿 公司也预估了 这个年度啊 电脑平板等等的市场 综合成长是5% 但是啊 成本会当10% 在这个前提之下 年初的营收 宏基还想要拼华硕呢 因为华硕的营收是4487亿 准备以华硕为基础来拼过他 那请问如果是这样子 宏基要怎么编制今年的预算 这个教材在今年年初看到消息 把它调整完 现在再回过头看不胜虚析啊 不但是没办法去拼过华硕 甚至要准备等着让华硕来收编 我不好意思讲收丝啊 怎么来收编啊 但是已经无形中透露出 华硕的董事长施从堂的内心的一种期待 今天我去收买他好 还是等他死了以后 那个尸体处理比较容易一点 大家自己想想看 就像当年 鼎心在遇到困难去求助统一的高清院的时候 高清院是希望等到你鼎心倒闭 现金倒闭 我来收丝容易一点 孩子我现在借钱让你去看病 让你医好 要借钱给你看病让你医好 一定是我要有什么好处 你又不让我有好处就等着收尸吧 结果没想到没有死 回过头来变成他的最大的敌手 对 红鸡呢会不会不死 哪天不死鸟 又开始变成最大的敌手 看来困难 这个问题是看来困难 因为康师傅鼎心 有一个后台后花园让他玩 这个后花园就是 在1999年2000年 整个中国大陆 13亿人口的大市场 正在开始准备起飞 他搭上的这个起飞的这个 这一波刷的在十年 十多年下来变成了世界 前三大的食品公司之一 甚至回过头来去买并购买这个 而统一措施的这个机会 那华硕等着去收红鸡的食 倒很可能去收 因为这个市场 没有那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 空白在那边等他去起飞 所以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问题是 就事论是 我从头来 我们来看的时候 红鸡集团 当年如果真的要去做 怎么去做 这个预算怎么去编 编完的预算 不是编完的就完事了 就开始要督促 激励每一个事业部 每一个单位去努力 看起来是没有做到 所以一路到今年的十月 进入了亏损区 而且看起来不可收拾 董事长下台 那我们说 谈到预算的时候 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个小型的企业 需不需要做预算 时常遇到的 各位同学 如果将来到了公司去 也可能会 这样碰到 如果去一个中小企业 老板 我们在学校有交过预算 看起来好像公司都不做 不用了 我们这种企业那么小 要做什么预算 下年度的预算 需要大张旗鼓的 让每一个同仁都知道吗 我们的产业特殊 预算做了跟没做一样 预算是有做 不过达不到也没有办法 因为变数太多了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时常听到的 还有一种 公司不但有做 而且卡得很紧 如果这个月没有达到 就有人要倒霉了 我简单来说 每次被企业界 特别是因为有一堆学生都是企业界的高届主管跟老板 他们也有的时候也很希望老师能够去帮他们看一看 去看的时候都在总经理办公室里面喝咖啡也不是办法 所以总会想办法说你在忙你的 我就随便走一走 反正公司是你的 我到处看一看 那我很喜欢啊 比方说到了工厂里面 随便便问工厂里面的 这个组长啊 小组长那个组长啊 你们公司的预算你有没有做过啊预算 好像没有呢 好像是有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呢 好像有做了 但是不做了 做了 反正答案在前面这几种的 我内心就有一个谱 再回到总经理办公室喝咖啡我就知道 要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做很多建议 如果到了生产线上工厂里面 问到的居然是这个回答 嗯 有做卡的很紧了 做不到有人要倒霉了 而且那个脸神是很认真的 我进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说老板啊 这杯喝咖啡喝完我要回到学校 学校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老师再多留一点不用了 你们公司很好了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欸 因为光从这个就可以判断 没有什么大学问欸 就是这样子而已欸 同学知道吗 所以我们可以有简单的小地方 来推估这个公司的管理制度 是不是上回报 那到底啊 要不要做预算 我们后面再来慢慢看 什么叫做预算 为什么要做 预算啊 它的重要性 其实还蛮 蛮重要的 要把一个预算做好 它必须要有 跟管理有很密切的关系 你必须要做好 内外环境 资源整合 跟管理制度的确认 这个时候才有办法 把预算跟管理结合 预算 预算不是老板自己做 要通过整个公司的成员 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架构 预算要做好 整个的组织要健全 特别是组织后面的授权 跟责任的归属要分清楚 预算要做好 一定要跟绩效挂钩 如果跟绩效挂钩 做不到的人有人要倒霉了 做得到的 马上就有奖金红利了 这个时候预算才能够有效力 而要做得好的话 标准管理规划控制的关系 也要紧密 最后就是预算跟策略的关系 这个策略公司都有长中短期的 假设如果我三年后准备 要进军大陆 问鼎中原 准备开50家连锁店 那我会问他说 那你现在今年的预算是什么 你明年的预算跟后年的预算是什么 你三年后要做到 那你如果今年的预算都还搞不清楚 你三年后要开50家 我不太相信 一定是要长短期跟中长期的要结合起来 所以这个是预算的功劳 所以它的重要性相当重要 换句话来讲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人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任何地图 也没有任何路人可以问 所以我可以开得到某一个目的地 那是很难的 老板如果说我希望能够 明年的营收成长100% 利润成长50% 这叫做我明年的目的地 那你地图在哪里 其实预算就是一个地图 可以让它稳确的达到 那预算编列的优点里面 可以将计划传递给组织 可以迫使人员考虑 未来可以做好资源配置 也可以发现经营的瓶颈 重点就是预算可以确保公司 每个成员朝向共同目标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成长100% 利润成长50% 这叫做共同的目标 要怎么去做到 就要把利润 要把预算展开到每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做得到 每一个人都做到 公司就做到 所以就可以把每一个成员 朝向公司共同目标去努力 我们先下回休息十分钟 等下再继续 好 各位同学 请准备开始上课了 这个 刚刚有动过这个吗 是不是要再开始 重新开始是吧 按这个点 好 OK 整个预算 把一些相关的概念 再做个说明 首先预算管理里面 牵扯到的是利润规划 利润规划是预算的源头 对企业而言 不是光只有规划 它的那个 营业收入而已 还包含了 营业收入下 希望达成的利润指标 所以是叫做 设定公司的目标 并编列预算达成 预算 预算这个名词的定义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一向针对特定期间的财务 及其他资源的取得 及使用的详细计划 那预算编列就是 动词 编制预算的动作 以及预算控制 就是利用预算 控制公司的活动 这些名词 都会在这个章节里面 书里面 随时随地都看得到的 其次是环境的概念 包括了内部环境 预算当然首先面对的是 内部环境 但是也不要忘记还有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分为一般基础环境 跟特殊产业环境 一般基础环境就包含了所谓的 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等 不要小看一般经济环境 特别是政治法律之类的 比方说如果明天 对于节能减碳 定出了一个法条 对于汽车 机车排放率的规范 新定出来之后 一夜之间整个的汽车 或机车制造业 就会马上就面临到快速的调整的要求 所以一般的基础环境 其实有的时候更为重要 那特殊产业环境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经销商 人力市场 资本市场等等 那编制预算呢 基本上综合起来 可以让企业了解外部环境变迁 跟市场结构的变化 市场结构 什么叫市场结构 环境的变迁很清楚 学气管的人 一看到市场结构 马上会想到的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既然号称结构 就表示它是不是从完全独占 到完全自由竞争的 这个光谱的两个中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一直在变化 我们举例来说 智慧型的手机 十年前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大概只有一两家 那个时候在做智慧型手机的 市场上应该属于寡占 今天它的结构 已经变成了百家争鸣 这个是一个几乎接近竞争 完全自由竞争的一个结构了 所以市场的外部的环境的变迁 会使得市场结构不断的变化 而预算编制就是密切的 让我们要去注意每一年每一季 这个变化的状况 那也会让内部的资源整合 以及让自己的工作的绩效提高 那预算的功能里面 有规划的功能 协调沟通激励跟控制 假设预算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都能够做得到那样子完整的话 它就可以把我们的目标具体化 协调通常是指横向的 沟通通常是指纵向的 协调就是部门间协调 沟通就是上下协调 那激励就是要希望能够把预算 作为权责跟赏罚的工具 以及最后的控制 如何编制预算才能发挥现有的功能 就是牵得到 总共有哪些预算种类了 我们在分类的时候 首先就是以营运的性质来分 营运的性质来分 是我们最基本的 也最重要的一种分类 这个章节里面 所讨论到预算的编制的时候 就是以这个分类为主 这个分类之下可以有两大类 一个叫做按照企业营运主要的活动 来编制的叫做营运预算 另外一个就是在营运过程中间 所需要的现金收支为主的财务预算 一个是营运预算 一个是财务预算 所以在编制预算的时候 我们等于有一种说法 叫做一鱼双吃 用红烧的还是做汤的 我们都来一遍 所谓的双吃 一吃就是营运预算 我们至少把明年的营收 做一个了解 假设明年做出来了 我们每一季 就是每三个月 我们要做比方说做一千万的生意 要赚一百万 这个叫做营运预算 可是这个一千万有多少现金进来 多少现金出去呢 这个叫做财务预算 所以一余双吃 同步的在做营运预算的时候 还要去注意那个现金流 否则预算做得很漂亮 结果没想到现金缺口一出现 说死就死 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我们在说 既然都已经花了很大的时间 再做预算了 就同步的把现金流也做出来 这叫做财务预算 OK 营运预算是现金的营运活动 财务预算就是资产及财务的活动 那在营业预算里面 从销售预算开始 生产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等等 一直做到预计的损益表 这个预算里面 比较复杂的部分 在于生产预算 这个生产预算里面 要做材料用量 采购人工等等 那财务预算里面 就包含着资本预算 现金的收支预算 跟预计的资产负债表 现金预算里面 就包含了现金收入 跟现金的支出 跟现金的结存 所以这就是我们 在做预算的重头性 那按照编制的主体分 有整体预算 部门预算 专案预算 跟个人预算 公司整体的 部门别的 个人的 专案的 看这个名词 大概就没有特别的问题了 那按照编制的精神分 有参与式预算 跟强制式预算 参与式预算 这个强制式预算 强制式预算 就不参与了嘛 其实都参与 强制式预算 是从上面到下面 老板说明年成长100% 那利润成长50% 讲完了以后 下面参与的动作是 把老板的意志展开来 变成可以操作的 那这个是强制式预算 就是老板说的算 强制下去 大家呢 勉强啊 一定要做到而已 可是这个参与式预算 不一样 参与式预算就是 这个业务员假 先说我明年要做多少 然后把所有的业务员 汇总了就变成业务单位的预算 从业务单位预算 再来让生产预算配合等等 这叫做参与式的 那当然让员工完全自主 很多老板是不相信的 所以在实务上面来讲 完全参与的 跟完全强制的 两个极端 中间是大部分预算做的 一方面老板定出了方向 可是也允许员工 有一些调节的空间 那按照时间的长短来分的话 中短期预算 就是我们这个营运跟财务预算 以及长期预算 资本支出预算 长期资本支出预算 在财务管理里面 会讨论到 我们的企管系的学生 上财务管理课程的时候 会遇到这个资本支出预算的章节 那采访系的同学更不要讲了 那包括的这个延伸出去的同知学 也都是资本支出预算的一环 按照编制的基准来分 就是传统增额式的预算 灵机预算 固定预算 跟弹性预算 传统式的增额预算 就是按照一般的概念 老板说明年营收成长15% 包括郭台铭说的 都类似传统式的增额预算 可是呢 支出面是传统式的减少 就是收入面要增加 支出面要减少 用经验法则 灵机预算 就是科学的做法 全部归零 重新开始 这两个预算 其实大概是 也都是混合的在用 一般用灵机预算 很难去替管理部门做 你把它归零了 每一个人重新开始做预算 大概有至爱难行之处 可是在工厂里面 生产部门很容易归零 因为机器设备 用料 厂房等等 都很固定 也可以科学的计算 所以通常是在工厂 制造部用零机 在业务跟管理部门 用传统正合的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基准 叫固定跟弹性的基准 固定跟弹性都奠基在 百分之百的标准产能下 只是固定预算在标准产能下之后 就僵化了 以那个标准产能一成不变的去应付各种 实际的状况 弹性预算也是那个百分之一百 那个标准产能 不过符合现实 把成本区分为固定跟变动 在不同的作业量水准之下 也许是百分之一百一 也许百分之九十 我都可以考量 所谓的固定成本不变的全体之下 设计预算 这叫弹性预算 固定预算就是不管这些了 我就用百分之百的方式来应付所有的产能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举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按照期间的七起分 固定期间预算是最常看到的 一年一度的预算 滚动式预算呢 就是Rolling budget 意思就是说 我经常维持这个预算 因此我的预算呢 长度会比固定式的十二个月要长 通常十六个月 假设如果是十六个月的预算的话 我一月一号就会定到了到明年的四月 这个预算 等到我到了二号二月的时候啊 我就会把明年的五月补上来 永远在Rolling 永远在这滚动 一直都维持十六个月的预算 让公司可以贴切于市场的变化 但是听我这样讲就知道滚动式预算 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 所以大部分的企业 还是用固定期间的预算 按照企业的功能分 产销人发财 这个没有话讲 这是最常看到的 按照企业的组织架构来分 行销的行销预算 生产的生产预算 管理部门的管理预算 这个有点类似上面 这是功能这是架构 但也都是在企业界里面 时常听到的 你的公司今年度的行销预算是多少 爱我公司的人事费用的预算很高 等等都是这种概念 最后一个叫回溯式的预算 回溯式的预算是怎么做法 就类似这个我们 这个预算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在1985年代的时候 就是1985年左右 替贾博斯设计的 贾博斯那时候的苹果电脑 已经开始成长 他一直觉得管理工具里面 没有办法教他成为世界第一 他去找那个教授说 我想成为世界第一 有没有一个预算 可以让我知道 我如何达到世界第一 这个是一个挑战 那个教授想了很久 就设计出来 叫回溯式预算 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 中山大学 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 到这个统一集团 永康的统一集团 帮他们做一个企划案 当时有六个教授参与 统一当时也做出了 所谓的这个说明 他们的说明是说 当时的统一在台湾 已经是最大的食品业 他说从这个1950年代开始 一直到这个1995年为止 统一啊 历经了台湾当年 从人民收入所得 750块美金 一直涨到了人民收入所得 到达1万块左右 所以他在每一个阶段 都适度的推出了 这个我们饮食习惯 最贴切的产品 所以他就成长到台湾第一 那希望能够做到世界第一 在15年内 他当时给我们的日期 叫做2013年 想想看也就是今年 15年内要做到世界第一 因此他们也做了一个预估 在1995年的时候 大陆的人民收入所得 450块美金 一个人一年 那有点类似 台湾在1950年代 所以他拿台湾的 饮食习惯的成长的经验 去copy到大陆的 影视成长的经验 是很有信心的 那我记得林昌生 那个时候的总经理 在我们那个小组的 会议讨论的时候 他还很信誓旦旦地说 我不相信 13亿人口 早上起来要吃 牛奶面包 还是吃我们的 烧饼油条跟豆浆 他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帮他做部力分析 就是每个事业部的力量分析 如果2013年15年后 能够做到世界第一 那他现在整个的事业部 每一个事业部要怎么调整 那我们当时就拿这个回溯式预算 来作为一个方法 那要先问 统一在1995年的时候 这个食品业 世界第三 前三大 第三大是多大 那统一是多大 当时一算 刚刚好 都是三百多亿 只是世界第三大的 美金三百多亿 统一是台币三百多亿 15年要追上第三大 就是冲到全世界前三大 它要成长30倍 以当时的美金汇率来看的话 有没有可能 如果我们把它切一半呢 15年除以二 第八年 你就至少要成长15倍 否则你第15年成长30倍 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如果再切一半呢 8年除以二 四年内 你就要成长七到八倍 再切一半 两年内 你要成长三到四倍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回溯时就把你切回来 我很远的地方 我很难讲 可是切的越近 我越有把握 所以你两年内 没有办法成长三倍的话 你就不要期待 四年后成长六到七倍 那两年内如何成长三倍 这个时候大家就清楚了 每个事业部开始要做分析 你要做什么样的投资 你的营收要怎么去充 才有办法 当初所有的规划 不是以台湾 台湾永远不可能 所有的规划 都是以中国大陆 13亿人口的市场 来做规划的 我们当时也预估 这个国民收入所得 从四百五进到了一千 进到了一千五美金 影视喜欢会怎么变 所以到了2015年的时候 应该可以顺利的达到 不过我们的期望 后来没有接成功 我们报了价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但是很快的 1996年的时候 为什么统一当时 后来没有做 因为当时 台湾的领导 这个我们的李登辉总统 提出了一个叫做 借级用人 所以统一就不敢再投资了 不敢再投资后 才有后来的康师傅的崛起 如果统一当年 如果让他去中国大陆发展的话 会不会还有康师傅的空间 也是画个大文号 未必 不一定完全没有 但是有时候想一想 也许也是命运了 否则统一这个品牌 这个大陆人大概更喜欢这个品牌 比康师傅还更喜欢 那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回溯式的预算 推到那个地方再推回来 这个情况把它慢慢缩小 越来越具体 所有的想要拼到世界第一的 大概现在都知道 习惯用这种方法 OK我们这个张杰编设的预算的方式 基本上是按照营运的性质来分 就是按照营运预算 以财务预算 以及企业的组织架构来分 这个后面的例子 会用这个方式 再来看企业的规模 跟产业特性的关系 在刚刚开始企业发展的时候 炒创初期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老板脑袋里面在想 一个公司里面就是十来个人 一个巴掌一打 全部每个人都打到了 我干嘛还要那么辛苦 这是中小企业老板大部分讲的 而且他们的 以这个台湾的经营结构来看的话 很典型的 就是晚上收工之后 把铁门关下来 老板娘就开始数钞票 这是第一个动作 数完钞票之后呢 存折拿出来准备好 第二天早上 九点钟 银行一开门的时候 老板娘已经冲到银行去的干嘛 把钱存到银行的户头去 为了怕单一户头太明显 招摇 所以说弄了五六个七八个户头 所以早上摩托车到处每一家银行跑 分开分批的去存 那每一天这样做 到了月底的时候 存折一拿来看好高兴 这就是他的财务预算 随着存折的高低 来判断自己的营收 这个时候大部分都是 短期性的财务目标 大概只有消购收入量 费用等等 注重事后的分析 那如果慢慢的成长茁壮了 老板一个人脑袋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呢 开始让成员参与 表示生产的开始有一个经理 业务的也有一个经理 老板统筹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一年期的财务预算 同时注重质跟量的一种 比较要求 像品质服务啊 成本费用等等 同时事前跟事后的这个这个这个 注重啊 就越来越注重了 那等到集团化的时候啊 国际化和集团化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不止一年了 一年是绝对不够用的 它已经是整合型策略目标 将整个集团的资源 长期跟中短期的搭配 来做整合型的管理 这个时候注重的团体的集团的 统治效益 这是觉得企业的规模大小 会有不同的预算编制的重点跟要求 那另外有一些产业 它的竞争地位的特性不同 对于预算编制的习惯 也跟别家公司不一样 比方说有产业地位优势的 类似像中钢中油台硕 有科技地位优势的Intel 通路地位优势的711等等 品牌地位优势的Apple等等 这一些公司它的预算啊 基本上啊 不太像我们前面强调的 要用销售市场的需求 来决定我们的预算 比方来讲 中钢在台湾是钢铁的上游 中油是这个实化的上游 其实中油现在有两家 一个叫做台塑化 一个叫中油 那台塑化只是低调 让中油去冲 它在后面不讲话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台塑 台塑是实化液的上游 这些都叫上游 那个台塑的实化液啊 它用石油炼制的那个成果 来作为它的原料 然后生产出去 这种实化重工业啊 它不可能啊 缩停就停 啊 营运不好啊 市场波动啊 我就先停工再缩 一停之下 搞不好马上就有大麻烦了 因为这种产业里面 发生了万一发生了意外 不是一个机器烧坏 而是一个整个工厂会爆掉 所以在实化液里面的安全控管 是绝对最高的指导原则 它的产能不能随便变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们用什么 用他们的产能来做预算 那如果真的市场不好怎么办 放心 因为市场的价格 由这一些公司来决定 像我们的台湾的钢铁价格 每一年 每一季啊 每一季 都会由中钢公司 在开所谓的供应商大会 在大会上攀布了盘价 就是大盘的价格 一攀布了大盘价格 就把全台湾的钢铁价格 就规定下来了 有没有垄断呢 很难说没有 但是它只规定大盘 中小盘还是可以靠自由市场 那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利用价格来调整 如果经济状况不好 它把价格压低 让大家便宜一点 大家共度难关 如果需求很好 经济很景气的时候 它就把价格压高 以价值量 或者以价供量 这种技巧 所以这叫做产业地位优势 英特尔的研发 它的科技地位啊 是靠它的研发 它的研发 CPU从256 286 386 486 到双核心 到四核心 这个所有的技术 仍然是以英特尔 独步全球 听说了 一个世代 比方说386 到486 二核心 到四核心 那个中央处理的 CPU的研发支出 就高达百亿美元以上 这个研发出去 它万一还跟人家在市场上 拼来拼去拼价格 那它就不要搞了 因为它是有独占寡占的地位 所以它的预算 是以它的研发贴上之后 成本的架构来做预算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你不买它拉倒 你就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通路地位的优势 Saving 跟那个 加勒福 跟现在的什么 全联等等 通路地位是很可怕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 没有通路啊 很多企业的东西 卖不出去的 所以通路商啊 他们叫做通路力量的通路力 跟品牌力啊 两个是拉扯的 像品牌 Apple Apple这个价格也很特别 这个早期的时候很固定 不管是iPhone45 怎么出来的时候 大概就是有三种价嘛 什么349元 美金449元 549元 好像是这样子 我忘记实际的数字了 大概就是每差100块 容量来差别 16G 32G 64G 就是用100块的差额 来定价了 为什么他敢这样定 价格又定得很硬 又比别的产品贵 是因为他有品牌优势 所以这些企业 他的预算 不是按照市场上的需求 还是按照他的这些力量 来定价的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就品牌力跟通路力的拉扯 通路力量 因为每一个通路商都会有一个预算 他的预算就是我明年要收到利润要达到多少 通常在通路商里面习惯用毛利 因为他们的进出货就是他们的成本 所以他的毛利啊 其实就类似制造业的材料成本一样 也无可厚非 OK 当如果公司认定毛利要达到30% 那第一季第二季有透过一些什么活动啊 一些大堆的东西算下来之后 到了第三季的时候突然毛利啊 只有25%那怎么办 很简单 就开始把所有的供应商分批的 分产品群的不同来召开供应商大会 召开大会的时候啊 这个是谁 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因为 在加勒福有一个高级主管 这么做负责全台湾采购的 他曾经跟我描述过 他说这个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啊 如果公司毛利达到的目标就蛮快乐的 大家在嘻嘻哈哈然后继续供货 公司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回馈等等 但是如果公司毛利不够的时候 就问题就来了怎么办 对于加勒福讲不可能达不到毛利 因为只要把供应价格往下压就得到了 所以他们会说 这一次比方说那个饮料饮料市场 这个遇到了这个毛利啊 没有达到30%只有25% 就把饮料供应商找来 每一个供应商第三季第四季 两季的供应给我压低5%的供应价格 我的售价不变 你进货价压低5% 我的毛利就多5%出来了 那当然下面会群起而吵架啊什么 那没关系 如果说配合的厂商 明年第一季我们主打你的产品 那如果大家都配合我们就主打 所谓的饮料 让我们的大家可以创造更好的一波销售 公司会出面帮你们来做 那不配合的厂商 那就等着走着瞧 大家等着看 那这个地方就发生了 这个就曾经产生了 在行销领域里面 一个很有名的案例 就是博朗咖啡跟迦勒福的战争 博朗咖啡曾经三进三出迦勒福 因为博朗咖啡不配合 不配合的时候迦勒福也不吭气 开始大量进博朗咖啡的货 如果假设博朗咖啡一杯卖25块 在市场上 那迦勒福呢是用15块定价 可是因为营收不好 叫博朗咖啡再降价3块 博朗咖啡不愿意 不愿意的时候迦勒福就继续进进 进了一段时间 突然报纸上出现了广告 迦勒福这一周咖啡大特卖 博朗咖啡一罐15块特销 为期 对不对 这个三周销售完为止 怎么办 你把15块卖出来 我博朗咖啡就不要混了 我全台湾的售价都是25块 你才破坏价格 所以博朗咖啡的老板 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下命令 什么命令呢 全公司全台湾的每一个营业铺 每一个分公司 每天早上排队去博朗咖啡 把那个15块的咖啡抢回来 至少我不亏本 然后从此不再进货 那迦勒福完这一招就是不准备再进你的货了 反正我的通路力量大 你少掉我的通路 你的整个营收会受影响 确实没错 博朗咖啡也受伤 可是加勒福也不见得好过 因为早期博朗咖啡是我们的咖啡主力 所以一段时间后商场没有永远的敌人 在大家这个试过进签之后啊 这个采购又开始问波朗咖啡要不要进货啊 大家不要那么小气嘛 那以前在我们老板也是你们老板 大家再催来催去 要不要再来试试看 波朗咖啡想了很久 好吧 因为这个通路上一进来 我的20%就增加了 大家也多多少少就算了 所以就叫做第二次进出 这一次加勒福聪明了 进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要砍了 因为碰到总有不好的时光嘛 不好的时光就是要押这个经销商回去嘛 那押到经销商的波朗咖啡又表态 不愿意配合 这一次加勒福有准备 没多久的时候啊 帮冒出来大特卖波朗咖啡 一罐12块 加勒福准备赔3块来卖 而且每天限量100罐 我吸引人潮 你要排队排吧 你排三个月吧 我让你公司不要做三个月生意 你为了要排这个12块一罐的 你为了要抢那100罐 你公司上午都不要上班了 不是这样子吗 用这个枕 不过波朗咖啡也很狠 就跟你玩到底 你有多少罐我抢多少罐 我派一个人在那边收购 一堆出来 我就把它摆到我的购货栏 不等等你在堆 我就派一个人尝住你的每个加勒福点 就这样搞 所以叫做二进二出 当然第二次又是修兵 收战修兵 没多久又开始谈 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 品牌力跟通路力的战斗 我那个学生 一段时间毕业以后很久 他都是我现在讲 都是ENBA的高级主管 有一次在ENBA的聚餐里面 碰到他的时候 怎么样 现在工作怎么样 他跟我说 工作换了 我不是在加勒福做得很好吗 他说我那么多年做下来 我已经开始做不下去了 虽然我的薪水很好 可是呢 时常发生那种现象 配额度很高的 通常都是没有品牌力的 没有品牌力的通常都是 中小企业的供应商 那个时候他们也没力量抗争 他们也对企业管理不太懂 当然也没修过我们这个管块 那公司要求他配合高 可是呢 等到过年的时候 这个第三季 第四季都配合完了 明年的一二月 年度要过年前了 供应商来收款 他们发现他们居然没有现金 发生了缺口 供应给这些供应面 钱给的很慢的 可是你我要生产 我是需要钱的 你又看我的毛利 然后变成我的收入面不断减少 我什么都减少的时候 我一下子没有钱的时候 说倒闭就倒闭了 所以这个经理啊 在第二年度的时候 准备要开经销大会的时候 他内心还记住 有几家配合度高的 准备要给他们一点好处 发现有些不见了 在英文的时候 倒掉了 老板他倒掉了 去年年底撑不过去 那其实这个采购部门的经理 其实清楚知道 是因为通路力量把它害残的 他说几年下来筷子手做多了 不敢再做了 这个现象到处都有 就像这个强势与否 我们在PC产业也很残忍 PC产业那个采购量大的 一砍下去那个手啊 是绝不手软的 那你怎么样去活下去 你要接到订单 所以到了最后啊 其实台湾啊 这个在1985年代 电脑产业开始起来的时候 一直到了2005年的时候啊 经过了长达这个二三十年啊 才尘埃落定 变成了恐怖的平衡 就全世界大概品牌的电脑品牌厂 也剩下五家左右了 全世界有能力吃下 年产量两三千万台的 而且良率要保持好等等的 供应商啊 也剩下三五家 都是台商 所以全世界就变成恐怖平衡了 一边是三五家品牌商 一边是三五家代工厂商 那这个品牌要砍 你再砍砍看 我可以不接单 可是你去叫别人做吧 二线三线厂 吃你一年两三千万台的电脑容量 吃不吃的下来 如果你敢给他们吃 你要小心后面的反应 市场的反应 所以慢慢就变成一种恐怖平衡 我们可以想想看 广达一年可以做六千五百万台 一年只有三百多天 而且他做的六千五百台 不是我做完了把六千五百万台给你 我有办法销到全世界的点 你告诉我这六千五百万台 欧洲要送一千五百万台 美洲要送两千万台 亚洲要送三千万台 什么时间分多少批要送 我不但帮你做 我还帮你送到 这个已经不再只是 纯粹代工砍价就可以砍得下来的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所谓的品牌力通路力 后面还有所谓的 品牌力后面还有所谓的管理的能力等等 OK 影响预算编列的因素里面 又分为几种 第一个就是股东结构 第二个是获利能力 财务状况跟经济景气 那个获利能力 财务状况经济景气 影响预算大概都清楚 那股东的结构也会 这个股东结构里面 我们指的是上市贵公司 如果是家族企业的上市贵 跟一个创投控制的上市贵 就完全不一样了 创投的目的是要获利 获利了结 卖出去后就可以了 可是呢 家族企业是要永续的话 他的股东结构不同 就会影响预算 那甚至就算一般的企业 如果在股东的结构里面 有些人想要拿到红利 我的生活是要靠这个 赚到的钱来分配的 那有的是想要摆在里面 让他永续经营的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争论 甚至因为这种争论 公司啊 四分五裂 甚至就地倒闭的也都有 所以股东结构影响预算编列非常大 再来看预算的编制 首先看看这个图表 从定位 愿景 经营策略 到策略的制定 跟着下来就是年度的经营方针出来了 然后跟着下来有年度计划 跟预算的管理 兵分二路 一路是营运计划 一路是财务计划 全部做完了以后就可以 汇总成执行与考核 最后feedback回去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形 比较简单一点的 高阶主管要先 就是老板要先承认 明年要先认定 明年的营业目标 营业目标 就委由管理部门 开一个预算编制说明会 这个说明会里面 要先抓谁来认同 这个谁要认的话 一定是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认的话才有办法 那业务部门呢 认同回去 被所谓的高阶主管也核准了 就开始推展开来 有了销售预算 就有生产 购料用人 各系部的管理费用预算等等 这边都是支出 这边是有收入 所以当有收入有支出的时候 资金预算就可以把它订保下来 这个时候再透过预算 别人说明会 推回去给高阶主管核准 核准完来年的时候 就开始来执行了 OK 执行的过程中间 不断的随时的feedback 回去做修正 那这个几个重要的名词 预算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跟 委员会性质 预算委员会 通常就是来编织预算 那成员里面 当然要最高的主管 甚至老板 那但是老板通常发布了他的命令之后啊 就有所谓的副总经理啊 其他主管来形成 那如果中小企业叫做任务编组 甚至12月再来编都没关系 吃几个便当 稍微讨论一下 会计的部门的主管 做个记录就可以把它订卡 那如果大企业的话 是一个长设的单位 而且甚至9月初就开始 很认真地开始把预算编织完成 我们看一个台塑企业的例子 台塑是台湾的企业的标杆 很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间 都学台塑的经营方式 那是因为王永庆真的是 一个蛮会经营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经营者 那他走了 他的后代大概没有办法 那这个台塑经营的方式啊 他们9月1号正式开始 那如果9月1号是礼拜天呢 就9月2号 但是后面的日期都不能变 9月2号不会变成9月10号 就所有的日期都不变 只有看哪一天是假日 那一天顺延而已 9月1号要准备开始了 表示王永庆把他的利润目标 告诉了预算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就准备筹备开会 10天的时间 然后就召开第一次的预算会议 所有事业部的主管 跟事业部的会计主管 是公司 总公司预算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这个11号到10号有3天的时间 这3天的时间呢 把年度的经营方针 跟预算委员会的会议啊 做了一个记录 干嘛呢 交由事业部的主管 带回事业部 准备要推展 所以17号3天之后 事业部的预算的执行秘书 也就是事业部的会计主管 就召开了事业部的预算会议 细部把它编完 细部编完 一个月之后啊 单位编制完成 交给了事业部 事业部呢 公开 开始 2天的阅读时间 让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事业部就成立了 所谓的初步预算的建议案 初步预算建议案 这个初步预算建议案 你可以看到一层一层啊 非常清楚 从总公司到事业部 到单位 从单位再回到事业部 来开 再回到总公司 这时候总公司呢 就要汇总各个事业部的预算 这已经到了11月 9月1号已经到了11月 3号已经过了2个月了 11月6号的时候 召开第二次的预算会议 来讨论所谓的这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里面啊 基本上来讲 比方说这个事业部 老板说你要做100万公顿 好的 这个比方说人武的工厂 要生产这个聚乙烯 丙烯的材料 要做100万公顿 回来以后告诉单位 我们要做100万公顿 单位说 不行我们只能做90万公顿 叫做所谓的修正 事业部的预算 建议案 这个建议案啊 在这个第二次会议 要开始做修正 到底这个90万好 还是95还是100 到了11月9号的时候 就将通过讨论的修正案 讨论完了也许啊 还是跟你讲 你还是要做到100万公顿 你这个厂长回去给我 执行贯彻 这个时候呢 就通知事业部执行秘书 来折成 定乘初步事业部的预算 那是事业部的这个执行秘书呢 把这个初步事业部预算 修正完成 变成正式的事业部 从11月9号到19号 有10天时间给你去修正 这个时候的修正 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把它修正给你的 再重新调整到 可以做得到修正案 到了11月22号 第三次的预算会议 等于说是喝茶的会议 因为基本上都大概谈定了 所以通过了下年度的总预算 那23号就复印 复印完了呢 会交给这个总管理处的 这个总经理 当时是王永寨 王永寨呢 做初步的合约 那大概也都没问题 然后在读完了 交给了董事长王永济 选一个黄道吉日 12月中正式宣布 总预算通过 这个通过之后呢 就签订了生死部 好戏开罗 我认识的所有的 台硕的主管 高级主管 通常都会说 在这个预算编制的过程中间 三个月内 很多人 头发白了 如果头发白了 还要偷笑 因为还有人呢 胃溃疡了 那胃溃疡的也要偷笑 因为还有人呢 胃穿孔了 这个甚至呢 那预算做完呢 就要打点滴 到医院去 为什么 压力太大 完整的 一出来以后啊 好戏真的开罗 因此台硕集团 从来没有 在预算 执行的过程中 没有达到预算 那这个 鸿海雷 鸿海的预算也类似 只是没有那么严格 先做总体的预算 总体预算的时候啊 通常就在郭台铭的办公室 一个白报纸 他有一个三脚架 一堆的很厚的白报纸 雪白的 一页一页的翻 他就一页一页的 拿着签字辟写 他不相信电脑 也不用PPT的 他就讲 比方说林哲宇你要负责 手机事业部 你认为明年的预算是多少 今年的预算是五百亿 你说 哦明年六百亿吧 你刚讲完郭台铭 抓起了烟 然后就砸过去 再说说看 这个 七百五十亿 这个椅子拿起来就飞过去了 老实的再说一遍 一千亿 OK 一千亿 啪 翻下一页 下面一个 这是郭台铭的作风 是不是真的乱喊乱叫 其实都算过了 这个会议里面 至于砸这个 因为刚刚砸椅子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但是都从来没有砸到过人 所以那个技术还蛮好的 声势很大 他要的就是 一个超标的一个标准 郭台铭的预算 大家 他们的高级主管说 知道他个性的都知道 他要你 他不怕你啊 跟他要子弹 他怕你不去打仗 所以他说的 这个什么什么 很多名言 这个 我这边在此不讲 OK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继续 我们下礼拜继续 来 快点 感谢观看